我記得以前二十五六歲的時候 經常會有人問我 你怎麼年紀輕輕的卻比童年人還要懂事 我想說 因為生活 從來都不會因為你的年紀小就放過你 工作不會 生活不會 感情也不會 我不排除生活裡有很多懂事的人 是因為共情能力特別的強 能夠感受別人的痛苦 從電視上 從小說 甚至從聊天裡面 藉由這些故事轉化為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但絕大部分的人 沒有這種幸運 我們所謂的成熟 懂事 穩重 這些特質 都是用了很多很多極度痛苦的事情換來的 如果能夠開心快樂一輩子 誰想要這麼懂事 以前常常跟我說 我真羨慕你這個年紀輕輕就弄懂事 我都笑笑沒有回答 其實 我心裡在想 你這麼喜歡我的懂事或我的成熟 那我給你換吧 在生活裡呢 其實我也特別喜歡跟懂事的人 有能力的人相處 那種感覺讓人覺得很舒服 而且不斷地會有新的東西刺激著自己 但是我曾經問過我自己 如果未來我有一個孩子 我實不希望他擁有超越同名人的成熟 我的答案是 我的孩子可以很有禮貌 很有教養 但我不希望他太早地知道太多的人情事故 那些過分早熟的孩子 從小就會誇獎 好乖 好懂事 好聽話 學習好 等等 但是我覺得 其實他們沒有那麼開心 更多人其實長大之後 甚至會羨慕那些 從小沒有那麼懂事的孩子 如果你在感情中發現 那個可以讓你做 很多人都說 男人談戀愛就變幼稚 為什麼 因為我們必須強迫自己成熟啊 要比身邊那個人成熟啊 不管我年紀比他小比他大 我都要比他成熟啊 但是如果你在感情世界裡 可以找到一個 讓你變得幼稚的女孩 那你一定要懂得珍惜 女孩們也要珍惜那個 在外面很成熟 唯獨對你特別幼稚的那個男孩 因為我們只有在喜歡的人面前 真的放心的人面前 才會有點撒嬌 如果你認同我說的 或是你有故事想跟我分享 歡迎評論區留言 我是Black 我們下次見